你又逼我生孩子 你就帮我带个生孩子的工具 突发奇想 骗老杨参加恋爱总益 特意找同事 制作了假的同胞蛋 他现女病的嘉宾里面有你认识的吗 罗拉王能吗 我知道 徐老师和杭在 哪会有郑凯和苗苗在聊 但是都靠你脱梗了 如果上节目的话 我肯定是得靠你的 为什么 我不是那种很快表现的人 你不是镜头经验丰富吗 那你知道你想不想去 你要是不想去就 就算了 我跟他们说 先来自我介绍 哈喽我是杨立克新闻大嫂 哈喽我是老杨 我们是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 我的职业呢 是一个I'm Sin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博主 我的职业是一个舞视编剧 我的特长是弹钢琴 拉小提琴 吉他之类的简单的乐器 你都会吗 你都会吗 另外我平时打个戏比较厉害 我平时非常的喜欢健身 然后差不多每周都要健身五次 所以如果在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切磋一下 那我的平时的兴趣爱好呢 就是看电影看书 然后玩游戏 刚说了我们俩会一起运动 那我平时的兴趣爱好呢 也是比较喜欢运动 比较喜欢运动 我的梦想呢 是成为一名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有计划要生小孩 所以你逼我生孩子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的什么行为会让你十分费解 让我费解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多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你都不会想要改变我 真正让我很费解的事情是 你总会对一些伤害过你的人很好 这不就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吗 但是我很费气 第二个问题 有什么想和对方一起挑战的事情 我想和你一起试试生物双胞胎 什么东孔地震了 你又逼我生孩子 你就帮我当个生孩子的工具 那我想跟你一起挑战的是 所有的事情都想跟你一起挑战 双方都没有工作的日子会在一起做什么 开黑玩游戏 怎么了 你连开黑都不知道 是游戏是吗 是游戏是吗 我平时打个戏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俩平时会比较喜欢一起做一些极限运动 比如说我们一起跳过伞 我自己跳的 对 对对我记错了 结果独自在座孤岛上谁能生存的更久 我觉得应该是我吧 毕竟我没了他可以独立坚强 他没了我不能活 你看 孤岛 孤岛没有你吗 吃过我自己吗 孤岛呀 独自在孤岛呀 孤岛呀 独自在孤岛呀 旅行中最大的期待或最可能让你们发生争吵的是什么 让我们发生争吵的事情太小了 没有办法去第一次 不是因为我出门老 特别磨磨磨磨蹭吗 哎呀 还好多啊 你们这儿找到饭馆不好吃啊 然后去了这个地方骗人啊 让我们发生争吵的事情太小了 没有办法去第一次 没有办法去第一次 造句考试开始 我们来爱的唯一定律啦 我们是年纪最大的吗 我们不知道呀 我们会表现真实的自己的 我们努力 最后和对方生命中的尴尬时刻 最尴尬应该是 你看见我的秋裤第一次 我最尴尬的就是 我一会儿要在他面前才艺业展示吧 我最尴尬的就是录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 我是大嫂 我是百姚 希望我们节目一见 拜拜 拜拜 你看 哈哈哈 你打了 你要做我啊 为什么我不能听杆 我好生气 为什么我不能听杆 你是这样 今天录完这个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不好 那我告诉你吧 请今天是骗你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一开始就知道了 真是十年老夫妻